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昂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先介绍我们最新启动标的 我已经讲过 我说你不要买一堆股票 你就在一档股票 它已经进入整理的尾巴的时候呢 我会带着你 轻轻松松的 你也不用去追 那我通知你的时候 你就慢慢来都没关系 你就去买到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买在整理的尾巴 你放心 很轻松的去买 那为什么买整理的尾巴 我陪你都讲 我说成功啊 失败啊 关键在股市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做法 那所谓的做法就决定了你买股票的位置 再来一次 在股票市场 成功跟失败的关键 在于您的做法 那你的做法呢 就会直接影响了你买股票的位置 那我告诉各位 我的做法 你如果要用最简单最简单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买股票要买在整理的尾巴 要买在整理的尾巴 一个整理结构 整理结构太多种了 那不管怎么样的整理结构 我们有我们的判定方式 等一下我们有空的话 我给你介绍一下 整理的尾巴到了 我开始带会员去买进 所以会员在那种位置买 他是不是不用急 我不知道你过去跟某些头裤操作 是不是每天都很紧张 要叫你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赶快去试价 一定要试价去追 不需要这样子啊各位 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股票是我们买在整理的尾巴 然后呢 一旦启动上去 我开始赚钱 而且通常整理结束 启动上去的股票 最少怎么样 一旦突破启动上去 最少如何 最少十几二十%起跳 那最少十几二十%起跳的做法 我不这样做 而且风险又低嘛 对不对 风险又低 最少十几二十% 这种做法我不这样做 那我去跟人家追涨停 追大涨的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吗 所以赏物朋友 你要想清楚 到底适合你的做法是什么 你看我的节目 我想希望你去了解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你要买在整理的尾巴 买在整理的尾巴 为什么 它安全 安全很重要 风险很低 然后呢 一旦启动上去 最少十几二十%起跳 最少 可是这常常呢 会超过二十% 等一下我给你看我的股票 今天又涨停 而且不是只有一档涨停 而且是我节目中 跟你公开介绍的股票 你可以去追踪都没关系 持续涨停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来看 所以我讲了 来 今天最新标的 它启动了 哪一档 我说我的股票跟你们不一样 我在买的时候你们根本不会买 2401的领阳 领阳 有没有人没有听过领阳 你不认识领阳 对不对 它也算是老牌的电子公司了吧 IG设计 对不对 成交量也有 价格又不高 又低价 你要买几张 你都可以买 你要买100张 你要买200张 你都可以买 所以它适合所有的 投资大众来操作 领阳间涨停 各位 差别在哪里 涨停了 什么叫真实涨停 什么叫真实获利 各位 市场唯一 什么叫真实获利 真实涨停 为什么 我说 我做节目 我喜欢告诉各位 什么叫真实 我说我的获利 我不是获利 我是真实获利 我一直强调 我的获利 各位 我很希望各位能够 真的去理解 去了解 去明白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节目中 我所要表达的 我不是要跟你炫耀 跟你强调说 你看我们好棒 我们股票 我们都涨停 我们的绩效 我们怎么样 我不强调这个东西 你不要误会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表达的是 为什么我的获利 还要加真实 我的涨停板 我要加真实涨停 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 我一直强调是 我的客户 他们跟我操作 我今天股票涨停板 他们真的有 那个才叫真实涨停 客户没有 你节目说你涨停 那个 你敢说这个叫真实涨停吗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我今天我做节目 我讲的标的 我的股票涨上来了 我的股票赚钱了 我的股票涨停板了 可是我必须强调 这是真实的获利 这是真实的涨停 这是我的会员 真的有这个股票 我股票也非常非常家族 投资朋友 你们今天有没有羚羊 你们是不是涨停板 你们是不是多赚钱 对不对 这叫真实涨停 会员都有 真实获利 会员真的都有赚 是不是整理的尾巴 今天拉长红涨停 我不是这里带你买的 你懂吗 我不是在这里带你买 我们在尾巴买 今天涨停 大家都买得到 你要买100张也可以买 我们会员 大家都可以买 都买得到 根本不用追 大家都赚钱 这种绩效 才叫做真实获利 所以我设标 为什么我讲的 我说我们操作 是最务实操作 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 我们股票 你来我这边 我给你提前退休 我让你资金翻5倍10倍 我让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常常讲 我说观众朋友 你看了这么多节目 很多人每天在喂你吃什么 吃毒品 吃了之后产生幻觉 节目一看产生幻觉 哎呀我刚才跟着他操作 会赚两倍三倍 资金会变好几倍 我可以马上提前退休 我要环游世界 开始产生幻觉 可是我做节目 我告诉各位 我说我们回到现实好不好 我们回到最现实的 最务实的来操作股票 我们来探究到底要怎么做股票 能够赚钱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活到那种 每天每天给你 给你吃毒品 要你去产生幻觉 给你画饼画梦 会员什么都没有 节目上涨停板 到处到处 飞来飞去都涨停 可是会员在看节目 看得很辛苦 很难过 因为没有 节目上涨停 你是看得到 你根本没吃到 可是你有脚会费 你是会员 你会做何感想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说我今天讲这些东西 你们不要误会 说我要 我就在炫耀 说我给我涨停板 我不是在炫耀你 各位 我要讲的是 我们今天这个做法 我们的这个做法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我们要买在整理的尾巴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买在整理的尾巴股票 一定会成功 我一档股票 我买在整理尾巴 第一件事情 我就赢大家了 什么事 我买在整理的尾巴 所以我的风险怎么样 我就最小了嘛 我没有去追股票 所以我的风险 我觉得 我光凭风险最小 我就赢大家了 然后呢 我买在整理尾巴 它一旦整理结束 准备启动上去 一启动上去 最少怎么样 最少十几二十%嘛 所以我风险最低 那我最少又能够拿到 十几二十% 那我这样做法 为什么我不去做 为什么我不能够 勇敢地去操作 这样做 这样的标的呢 对不对 所以当我的客户来了之后 一档股票 真的是如此耶 赚钱了 下一档再操作的时候呢 他会再多一些资金去买进 他会越买越多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这个人 在节目中所讲这一切 跟实际上 他带给他的操作的做法 都是一致的 你懂吗 我今天我如果是各位 我今天我报名入会 我要什么 我要是跟节目一样 你不能跟我说 你节目告诉我要买来整理尾巴 结果我报名之后 你带我去追掌庭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不对吧 那个叫说谎 那个叫欺骗 身为分析师 公开媒体解盘 讲解我们的做法 就是让各位知道 这一切一切 我没有做的事情 我一个字我都不乱讲 我有做的我才讲 那我的做法 我很详细给你报告 我们就是强调 整理尾巴买进 所以呢 只要上去最早10几20% 对不对 那今天一个涨停上来 一个涨停上来 你看 大家是不是都赚钱 那这样的涨停 才是真实涨停嘛 客户都有嘛 客户都有了才是真的 客户都赚了才是真的 只有客户真的都有 都赚到才是真实的获利 真实涨停 这是我所强调的事情 好 那为什么 所以我说 通常在整理尾巴 会有一个共同现象 有一个有共同现象之一 那这个现象呢 他告诉各位了 为什么 他是整理尾巴 你注意听哦 如果你想要去学一点东西的话 你注意听 为什么 他是整理尾巴 通常在整理尾巴呢 你会发现 那个成本啊 会压抑 会压抑 压抑压抑压缩 那反映在 成本线上面呢 就会让你看到 他呈现一个压缩的现象 那进入压缩现象的时候呢 只要那个成本线一打开 基本上就准备要启动上去了 所以你看哦 这是领阳哦 对不对 这是领阳哦 为什么我说可以买了进入整理尾巴 为什么 你看他的成本线 已经压抑压缩了 已经看压缩变了一条线了 已经压缩到变一条线了 对不对 所以攻击量一栏 马上就启动上去了 所以啊 你不用在这里急着去乱买 乱买 乱买 我们一出手 就上去 好开心 对不对 因为 你看整理24天的股票 整理24天 整理24天之后 整理尾巴买进 今天马上启动上去了 第一根涨停 买这种标的安全 然后呢 你最早又有10% 20% 为什么不做 对不对 为什么不做 好 这个是 领阳 好 然后呢 再来 他今天又涨停了 这栏股票 4月23号 没有人跟你讲 对不对 那个时候4月23号 你说 我们就 如果讲生计好了啦 谁会跟你讲买国光生 对不对 没有 绝对没有 那个时候会跟你讲 生计都讲当时大涨 每天跳空涨停的 对不对 买 康纳乡 对不对 那当时跳空涨停的 康纳乡 当时跳空涨停的什么东西 恒大之类的 谁会跟你讲一个 根本人家生计都大涨了 你生计股涨这样 然后你叫我去买 然后你上节目还遮起来 告诉人家说 你们看 他进入整理尾巴 他要上去 4月23号要上去 谁相信 观众朋友 你们都在看节目 很多人也在等 也在一天一天的看 在看验证 你想说 真的吗 这个人每天讲 告诉我要买整理尾巴 整理尾巴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很多人觉得真的假的 跟那些友台 很多飞食师讲的解盘 都不一样 那些人每天跟你强调 涨停大赚 基本面多好多好的公司 然后他们大赚 然后你跟他操作可以翻身 对不对 翻身资金翻倍 你要发财 你要环游世界 你要退休了 这个人不是 我就跟你讲 最简单的 我们务实一点吧 我们就最回到最现实的 到底股票要怎么做 能够赚钱就好了 如果这件事情 你能够探究出来 你就成功了 你想退休的 你想要累积财富的 你想环游世界的 我跟你讲 绝对可以答正 不要再画梦 我们不要活在一个 不切实际的世界 好不好 我们回到最务实的操作 所以我做节目 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赚钱 我们是小散户 我们或许资金没有很多 但是我们小散户 我们这样做 我们可以累积到很多的财富 而且很务实 而且风险很低 而且很安安稳稳的操作 这是我要表达给各位知道的 我带我的客户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说我说我一直强调 我我我节目中所讲的 我真的带我客户操作 我客户有拿到有赚到 我客户不会说我今天节目讲的 他没有 下一档那个股票 他没有 这个他也没有 那个他也没有 我有带我客户操作的股票 我才会讲 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也不会叫你去追涨停 因为买在整理尾巴股票 你根本不用追 所以根本不用讲什么 追涨停 追热门股 不可能 对不对 这是最安全的 而且最少能够 使解20%获利的做法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 所以我鼓励各位去改变做法 4月23号告诉你是国光生 要启动了 没有人相信 那没关系 我的客户继续买 对不对 观众朋友有来的 也都能帮我做见证 来 4月23号 就是这一天 真理的尾巴 对不对 上去了 上去前我买了两次 跳空涨停 5月5号跳空涨停 5月6号跳空涨停 有没有 5月7号跳空涨停 各位 是不是我讲的 压缩结束 整理尾巴 买完之后 股票一旦上去 最少十几二十% 那通常会怎么样 会超过 但是我不要讲超过 我们要 我说过 我们用最保守 最务实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最少十几二十% 那 你觉得值不值得做 那如果说只有一% 两% 三% 那或许我们考虑考虑 先不要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这个做法 它可以带给你什么 我最少十几二十% 我当然要做 我当然可以做啊 对不对 我一百万资金 我两百万资金 我三百万资金 我多少资金的人 我可以观察 我可以判断 我这样做好不好 我是不是至少能够赚十几二十万 三十万四十万 对不对 看你买多少资金 各位 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 风险非常的低 这是关键 要讲赚钱之前 你先跟我讲风险高低 你懂吗 我今天你今天报名都会 然后你隔天收到的讯息 第一通指示是去追了一个股票 结果你一看 哇快涨停了 各位 那个当下你就明白了 这个人 每天上节目 都在欺骗 我们做股票不能这样做 一二三 我们这边都不要算 我就算这三根 就三十percent 对不对 这里算的我都不要算 就算这里就三十percent了 四根涨停 这样子 六十percent 昨天又涨停 七十percent 各位 哪里买 这里给你预告的 这里我们再买一次 总共买两次 你看 今天十九号礼拜二 再涨停 又涨停 一二三四五六 前前后后六根涨停 各位 你再看一次 来 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东西 来 我刚才跟你讲什么 我刚才跟你说羚羊 你看 来 整理的尾巴 成本都会压缩 有没有 成本开始压缩到变一条线 准备怎么样 成本一打开 就启动了 所以 你如何去判定整理的尾巴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 关键 就是它的成本压缩 所以整理整理的过程 就是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中 最后那个成本已经压缩到什么 变一条线的时候 那准备怎么样 进入尾声 准备启动 那你就要找机会介入了 这是一个观察点之一 当然我不能把所有观察点 都偷偷给你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判断整理的尾巴 你应该也做得到 那至少你看我们做吧 我做给各位看 那我这样做就告诉各位 我鼓励你 你要改变 你就会成功 你只要肯改变做法 你一定会成功 我们不要再追股票 对不对 你不要再追股票了 光这一点你就赢了 赢了很多人了 然后呢 你在整理尾巴去进场买进 一旦启动你就赚大钱了嘛 对不对 当然啦 有些报例你会说 那可是你们有些消息 你们基本面掌握性比较高 所以你们都会挑到基本面好 然后又反映题材的 这个是没错 但是问题是至少 整理尾巴的股票你去买 我相信你应该会开始赚钱啦 对不对 这是我要表达 我要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大家都可以赚钱的 只是做法的问题 做法会直接影响了 你买在什么位置 那你买在什么位置 就告诉你你决定输赢了嘛 你的风险那么高 你去追股票 风险成达那么高 你买了一堆股票在手上 爆一堆 然后呢 你发现 你爆的都是不定时炸弹 很可怕 有没有成本是不是压缩 变一条线的 然后呢 一打开 成本一散开 有没有 成本压缩之后呢 一发散 有没有 这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压力锅一直压缩 一直压力 你一旦打开 锅盖一拿开 整个就爆炸了 整个就爆发了 所以买在整理尾巴 各位 你能够做得到的 跟我们一样做得到的 各位 能不能赚钱 这样多少 我就随便乱算 昨天我们就基本就是已经70%了嘛 对不对 到昨天涨停 70% 今天再一根 就80%了 各位 这就80%了 从25块 到50块 一倍了 不要再那么 我说我们不用那么精算 我上节目不是跟你算这个数字的 很多人跟你说我们这几%几% 一%都不漏掉 不用 25到50你说多少 我大概算一算就八成嘛 那基本上应该也一倍了 所以 你看哦 你从头到头看节目 我们跟你说 你来 你这样做啊 你资金会翻倍 你可以环游世界 你可以赚好大一笔获利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能这样讲 没有 可是 这样做其实它是真的可以累积很大财富 不是吗 我现在问我的客户 你们敢说不是吗 对不对 我的客户很多 我清代什么的 我都有在接触的 没接触 我不知道你买多少 我就不乱讲 但是我有接触的客户 你们买多少张我都知道 其他股票不要算 就一个国光生 你们赚多少 对不对 我都知道 所以 日子好不好过 很好过 我很多客户可能只是资金一两百万以内的 他们可能 可能 可能买了张数 或许没有很多 但是他们一个月 我算一算 你买一百万就好了 你算一算 他一个月多了几十万 他一个月多了几十万 各位你们去思考 如果你一个月多了几十万的一个资金 你的生活会不会改变很多 我相信生活一定改变很多 之外 你的情绪 什么都改变了 所以做股票好不好 好 但是不能乱做 你要有方法 你的做法要正确 广告时间 你们去思考一下 我刚才所讲的 我说做法 做法 做法就决定你的输赢 我今天领养涨停版 因为我买了整体尾巴 我的会员都有 我们大家都赚了 我们是真实获利 真实转停 真实绩效 国光生今天有涨停 已经第七根 获利已经大概赢一倍了 然后呢 六六七八台表哥 今天也涨停 对不对 等一下再讲 那你深思考一下 改变做法 对你有没有帮助 赢家的铁率 不会改变 埋在整体尾巴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你不是很确定 很了解的 欢迎来店做咨询 进一步了解 我们的实际交易 你想进一步了解的 欢迎来店咨询 只要你愿意改变做法 我们绝对来得及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我要各位 我要表达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的是 我们每一档股票 我们那个过程是什么 我说你们看我节目都知道 我会告诉 我要让各位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买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做得到 我不是上节目就跟你说 我们今天涨停吧 所以呢怎么样怎么样 它基本面怎么样 所以你看我们涨停 可是呢 会员有没有 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看太多的 所有的很多节目 分析师节目啊 每天涨停涨停的股票啦 每天说你他大赚赚 赚很多钱的啦 在客户赚一大坡一大坡赚的啦 客户啊 大部分啊 在电视机前面 根本没有 所以我做节目 我都要特别强调 我说我节目讲这些 我不是在炫耀绩效 而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觉得我最引以为傲的什么 我的客户都有 我林阳 我们家族成员 我敢大声跟各位讲 飞扬家族每一个人都有 而且安安稳稳 慢慢的去买都没关系 没有叫你去追涨停 不用 你过去在哪些头裤操作 可以不用到 都不叫你试下去追大涨的吗 各位 当你的方法正确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买股票不是那样做的 各位 买股票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慢慢来的 今天涨停的嘛 这叫真实涨停 真实获利 因为大家都有才叫真实嘛 你会员没有 就不可能跟我讲是真实嘛 你会员都没有 你怎么敢跟我说是真实 对不对 在这里整理尾巴去买 那你怎么知道是整理尾巴 来 最起码最少最少一个条件嘛 成本已经开始压缩了嘛 有没有 进入整理尾巴嘛 当然还有其他条件要同时吻合 但是至少 你光看一个整理尾巴的现象 就告诉你的嘛 你们都做得到 人人都做得到的 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改变做法 国光森 整理尾巴到了 结果呢 你看就上去了 国光森 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这就都讲过了 我不再赘述了 我不能跟你炫耀绩效的 你看 降多少 将近一倍 为什么 这里是不是整理尾巴 你看成本线是不是压抑 你开始压缩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里跟你预告 他准备启动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台表科 台表科节目上也跟你讲了嘛 也公布了嘛 对不对 你要去追踪的 我都欢迎你去追踪嘛 整理尾巴在这边 有没有 上去 20%嘛 我都最少实现20%嘛 有没有最少 有了啦 对不对 有了之后呢 今天又攻涨停 你看 这样多少 两根涨停了嘛 这里就20%了嘛 这边再一根 已经30%了嘛 然后呢 你看 当初我跟你说 这里进入整理尾巴 是不是压缩 成本压缩 你看怎么样 边一条线了嘛 有没有 已经上来压抑到这边了嘛 所以上来了嘛 所以 每一档股票 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每一档股票 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 不是 一定要等到它进入整理尾巴之后 你再去操作 那就对了 所以有时候我认为输赢关键 其实是那个timing 那个时间点 基本面或许你知我 大家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了 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可是抓时间点 抓那个timing 买进的标的 重点在哪里 在那个timing 你的做法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可以 你一定可以跟我们一样赚到钱 我们要的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做什么 讲什么 赢家铁律 铁律埋在整理尾巴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咨询了解的 欢迎你直接拨电话来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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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